上期专栏里 我们讲了马化腾认为产品经理常犯的七个错误里面的前三个 接下来我们来讲剩下的四个 第四个错误 对产品的核心能力关注不够 任何产品都有核心功能 宗旨就是能帮助到用户 解决用户某一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节省时间 解决问题 提升效率等等 但是很多产品经理呢 对核心能力的关注不够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注 而是没有关注到位 核心能力不仅仅是功能 也包括性能 对于技术出身的产品经理 特别是做后台出来的 如果自己有能力 有信心做到对核心能力的关注 肯定会渴望将速度后台做到极限 但是问题往往是产品没做好 比如我们做网页速度优化 优化之后速度提高很多 真不知道之前都做什么去了 让用户忍受了这么久 既浪费时间又浪费我们的资源 如果不抓就没有人理 很说不过去 所以我们要在性能方面放入更多精力 谈到核心的能力 首先就要有技术突破点 比如做QQ影音 我们不能做人家有我也有的东西 否则总是排在第二第三 虽然也有机会 但缺乏第一次出来时的惊喜 会失去用户的认同感 这时候 你第一要关注的就是产品的硬质标 在设计和开发的时候就要考虑到 外界会将它与竞争对手做比较 比如播放能力 占用的内存等等 而且核心能力要做到极致 要多想如何通过技术实现差异化 让人家做不到 或者通过一年半载才能追上 QQ影音当时在硬指标上其实也有很多选择 比如网络播放 交流 分享 有很多思路 但最后都砍掉了 我们就是要做播放器 因为这是用户的需求 只有硬指标满足了 用户说 我这个破机器只有QQ影音能放 就这一句话 口碑就出来了 用户知道你的东西行 很多用户评论QQ时说 用QQ唯一的理由是传文件快有群 那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要将这样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比如离间传文件 以邮件方式体现就是一个中转站 即使是超大的文件也不困难 关键是要去做 虽然真正使用的用户并不一定多 但用户会说 我要传一个大文件 找了半天找不到可以传的地方 万般无奈之下用的QQ邮箱居然行了 于是我们的口碑就来了 接下来说做产品的第五个错误 把添加当成提高 做交互设计的时候要求我们细致 视觉简洁清爽 产品经理要想象自己是一个挑剔的用户 想象自己是一个笨用户 复杂的看不懂 产品人员的经历有限 交互内容很多 所以要抓最常见的一款 流量用量最大的地方都要考虑 规范的要让用户使用的舒服 要在感觉触觉上都有琢磨 有困惑要想到去改善 如鼠标少移动 可快速点到等等 拿QQ邮箱举例 邮箱的一个按钮返回 放在什么位置 放右边还是左边 大家都会多琢磨并上线尝试 再比如输入邮箱密码出错 输入框内的内容选择上不用用户清除错误的密码就可以直接重新输 还要对同个用户发信 在此用户有多个邮箱的情况下会默认选最近用的一个账号 这些需求都小 但你想清楚用户就会说好 虽然用户未必说得出好在哪 这些都是对用户体验的优化 产品的使用要符合用户的习惯 如写邮件的时候要拷费东西 很多人习惯用键盘来操作 虽然有一些技术难度 但也可以解决 要考虑用户对鼠标反馈的灵敏性 辩解性 在设计上应该坚持几点 第一 不强迫用户 不为1%的需求骚扰99%的用户 第二 操作便利 如QQ音乐的快捷播放从圆形到方形 最后因为影响性能而放弃 第三 淡淡的美术点到极致 在UR界面上不用太重也能做得很好 图案和简洁并不一定是矛盾的 第四 重点要突出 不能刻意的迎合低龄化 好 接下来是第六个问题 认为内部竞争是浪费资源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 我也会有一个困惑 自己做的这个产品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我的经验是 在面对创新的问题上 要允许适度的浪费 怎么理解呢 就是在资源许可的前提下 即使有一两个团队同时研发一款产品 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你认为这个项目是你在战略上必须做的 比如说微信 当时新浪微博起来之后 开始从社交媒体转向社交网络 那时候我们听说 谁谁学校里有一个微博做班级之间的通信 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危机 它开始往下撒网 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也要做微博 但这很难 同样的产品是没有办法去战胜对手的 你只有找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产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微信就这样诞生了 它是纯手机的移动通信 当时QQ的包袱很重 要解决PC的问题 也要解决手机终端的问题 内部几个团队都在开发 谁最先解决问题谁就胜出 那个时候在腾讯内部 先后有三个团队都在同时研发基于手机的通讯软件 每个团队的设计理念和实现方式都不一样 原来集团有几个不同的平台在做移动端产品 有QQ 还有我们的无线部门 当时是分开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QQ邮箱的团队 我们很早接触手机邮件 用黑美手机 最初只给高管配 后来我们想 能不能在QQ邮箱开发一个软件 让每个员工都能很方便的使用手机邮件 于是就有了一个小分队研发手机邮箱 幸好有这个布局 最后微信出来了 就是这个团队做的 最先把手机端的邮件客户端改成微信 最后用户都很喜欢 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呢 因为往往自己打自己才会更努力 才会让公司不丢失一些大的战略机会 如果你不做 竞争对手或者业界总有人做出来 你能说这是资源的浪费吗 我认为不是 没有竞争就意味着创新的死亡 即使最后有的团队在竞争中失败 但它依然是激发成功者灵感的源泉 可以把它理解为内部是错 并非所有的系统冗余都是浪费 不尝试失败就没有成功 不创造各种可能性就难以获得现实性 最后一个错误 第七个 把产品发布当成成功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几种现象 有些人一上来就把摊子扑得很大 恨不得面面俱到的不好局 有些人习惯于追求完美 总要把产品反复打磨到自认为尽善尽美才推出来 有些人心里很清楚创新的重要性 但又担心失败或者造成资源的浪费 这些做法在实践中经常没有太好的结果 因为市场从来不是一个耐心的等待者 在市场竞争中 一个好的产品往往是从不完美开始的 同时千万不要以为先进入市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相信在互联网时代 谁也不比谁傻五秒钟 你的对手会很快醒过来 很快赶上来 他们甚至会比你做得更好 你的安全边界随时有可能被他们突破 我的建议是 小步快跑 快速迭代 也许每次产品的更新都不是完美的 但是如果坚持每天发现修正一两个小问题 不到一年基本就把作品打磨出来了 自己也就很有产品感觉了 所以 首先就是要为了实现单点突破 允许不完美 但要快速向完美逼近 快速迭代产品的关键是主动变化 互联网生态瞬息万变 通常情况下会认为 应变能力非常重要 但是实际上 主动变化能力更重要 管理者 产品技术人员 而不仅仅是市场人员 如果能够更早的遇见问题 主动变化 就不会在市场中陷入被动 怎么去发现问题呢 就是大量用 不断的用 尽量找沟通的场景 慢慢的找到感觉 对于产品经理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把自己变成傻瓜 发现问题 然后想为什么这样 然后变成开发者 一秒钟傻瓜 一秒钟专业 创新来源于对用户需求的准确把握 和对产品的不断打磨 我会花大量的时间使用我们的产品 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 把握产品走向和用户体验 找出不足 迭代完善 这是一条孤独之路 但用最笨的方法 往往才能最快的跑完全程 不及魁步 无以至千里 产品体验和用户需求因时而变 真正的产品经理应该努力发掘用户深层次 且不断变化的需求 不断迭代改进 如此才能实现更好的产品体验